HELLO 大家好 很快就到了 我們會迎接聖誕和新年 很多朋友都會開派對 今天我會準備和大家示範一個派對食 這個叫做Buschetta 這是意大利食物 我們要準備的就是有這些番茄仔 然後有這個HERBS 這個叫做Basal羅 還有Extra Virgin Olive Oil 還有一些海鹽 我們可以開始做了 首先洗乾淨這些番茄仔 我們將它一開白切開 放進去 這裏我們就放少少一汁 大概四分一茶金 少少就可以了 然後在煮一煮 就放五折個分鐘 然後你就會看到它出了很多水 好 我們就要把這些水 所以我就用一個 這裏我會意外地 還有一杯鮮炸的番茄汁 好 這一點就是最新鮮的番茄汁 好 然後我們就把 其實只要需要大概七百塊左右的這個Basal 然後我們把它撕碎去 找到很香香的味 然後拌一拌 好 其實呢 就已經 成了八成的了 我們就 方便些去儲存 我們就預備一個瓶 這個瓶我都預先消毒了 在滾水中 熱水中煮到二十分鐘以上 就可以消毒了 然後我就把這些番茄 放進去的瓶裡 好了 就是這樣 放進去的瓶裡 大家看到這個顏色已經是非常漂亮 這個就是 Christmas color 所以很多時候 在Christmas我都會喜歡做這個 送給朋友 然後我們最後的步驟 就是加這個 你要買一個漂亮的 Extra virgin Compressed olive oil 可以喝 因為其實橄欖油很健康 所以我們吃的時候 可以喝起來 它是Omega 9 可以帶走我們血管裡面 一些低密度的蛋糕素 將它裝滿了 因為油浸著它 令到它可以儲存大概六日 還有這個番茄的Buscat 我們送給朋友的時候 可以煮得漂亮 包著它 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說一說 如果我們去開派對的時候 我們就預備一個 一個發包 我就喜歡切到它比較薄些 好 我們這裡就有一個 焗爐 對 要把焗爐的焗爐 好 四分鐘左右的時間 已經可以去焗爐 脆身了 好了 那豆腐應該可以了 現在就要脆身 把焗爐的黃色 放到黃色 這樣就要把它放得很悶 這樣吧 我們就要把它放得很漂亮 這樣 切到尾聲了 最後我們就加少少的 這個 蜜蜜 這個派對食物就完成了 因為它很有派對的氣氛 然後 裡面呢 除了綁一個圓筆之外 就再貼上貼貼 聖誕快樂 我相信你朋友收到這一盒的聖誕禮物 都會很開心 我們今天這個簡單的 派對食物就完成了 那大家記住 回去吧 趁這個 聖誕和新年的時候 就馬上試一試了